上百台汽機車聚集在大馬路上 將道路癱瘓大塞車 車隊中有許多機車不停在催油門 還有人狂按喇叭 汽機車聚集炸街 有人邊騎車邊叫消毒的安全帽 還有人一邊騎一邊站起來 各種危險駕駛行為 讓附近居民嚇得不敢出門 更不敢靠近 警方表示五號凌晨有接到報案 當時派員警開警車前往 國姓鄉的福歸村了解狀況 募集三四十台機車聚集 這群人看到警車開來 騎車逃給警察追 國姓鄉台十四線超商前 有妨礙安寧情勢 經員警前往查看 騎機車民眾見警車到達 隨即分別往草屯埔里方向離去 上百台七機車炸街的地點 除了警方說的國姓鄉台十四線外 還有疑似在一三六線和南投市聚集出沒 警方初步研判 霸入炸街的機車有改造車輛的狀況 加上影片結尾還寫 活動成功要辦第二次 第二次要破兩百台機車 因此南投警方要根據相關地點調監視器 找出車牌 通知車主道案開罰 華視新聞 宣傳紅年輝 周大祥 南投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